美国去年9月下令禁止最先进AI晶片出口中国与香港 NVIDIA回答去年为了符合法规 失出降低规格版的A800与H800晶片 随着美国拜登政府考虑进一步扩大晶片禁令 市场售价再度传出飙涨消息 当他们移动到800 所以我们认为中国销售价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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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价 路透社记者6月就曾秘密访查位在深圳的电子零件市场 黑市场商甚至能够取得被禁止出口到中国的高阶AI晶片A100 但价格为每片2万美元是定价的两倍之多 外媒WCC FTECH 5月报道 由于中国目前对这些AI晶片需求庞大 标准零售价价价比原始厂商报价高出40% 像是汇达A800售价在中国至少1.5万美元 人民币10万起跳 科技媒体报道 NVIDIA降规版A800晶片可能被列入禁售范围 正在中国业界引发连锁反应 多加中期为了避免A800 H800断吹提前积压库存因应 外界预期一旦禁令扩大实施将导致中国AI产业进入倒退停滞 新大街市高中的审美童真理报道